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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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月 发心念佛 在灵寿宗时 弥陀于极乐世界诸菩萨等中 前来戒引 献起人情 今须语见 指额浅 居大吉 经及金之四十八分钟 别人皆往生极乐净土 做奥违约之菩萨 以上诗 第二诗 灵宗戒引运 前面我们学到此地 现在我们接着看 身心 国教踏离 不可思议之方便妙用 巨富凡富 能带获往生者 wort完全记得借音跃 借因泥达辞赦 临终 慎重心情 慈悲射受之大力 我们从这看起 这个年月 念佛是因 臣佛是果 所以念佛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解释 身形果教 西方极乐世界的果佛 极乐世界是古土 为什么呢 到那个地方就成佛了 在修行过程当中 这是因 到那你就成佛了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即使 同居土 下下平往生的人 也可以说 他是法心神 法心神是古神 我们现在的神是夜暴神 夜暴神 有生死 有轮回 果报美国 待夜往生的人 烦恼吸气没断 怎么到极乐世界就成果了 这是四十八愿 本愿 微生加持 不是你自己修来的 阿弥陀佛帮助你 帮助你 也得有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你对阿弥陀佛的真相信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真的愿意 接受他的加持 你要不相信自己 自己一生 罪业深重 怎么敢接受福的加持 这一客气就完了 这个东西不能客气的 一定要接受 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你要真行 行是什么呢 行在此地讲 就是放下 你这个地方放不下 你去不了 所以这个地方 心愿行 不是别的行 只是放下 一般人讲 行是念阿弥陀佛 我在这里讲 不是讲念阿弥陀佛 是放下 放下 一声访好就行了 放不下了 十万声访好也去不了 这个不能不知道 对于这个事件 丝毫留念都没有了 这叫真行 还有一丝毫留念 就不信 虽然有心愿 也去不了 需要支配 这三个条件 这是国教 你看 不是自立 他立 完全是阿弥陀佛 他老人家 大慈 大悲 把他自己 修习的功德 经上讲 五戒 五戒是修极乐世界 那五戒之前 是他自己 无量戒当中修成的 这个五戒是特别 为我们修的 确实是不可思议 方必妙用 修复 凡夫 这个妇就是烦恼 烦恼像神说 把我们捆绑起来 动弹不得 这是真的 凡夫确实 一身皆是命 半天不有人 佛在经上 讲得非常好 于知前世因 我们前世造的是什么因 今生受这世 你这一身所遭遇的 就是古报吗 这一报了 于知来世古 今生做这世 你来世是 会得什么样的古报 这一身你所做的 你所行的就是 这一身造因 来生古就输了 不学佛 不知道啊 学了佛就明白了 来生 纵然做转轮圣王 做大凡天王 摩西首罗天王 那佛报答了 出不了六道轮回 天王寿命 虽然长 终于到的时候 到时候还要死 死了之后 还要堕落 他不能再往上升了 他不能再往上升了 佛想静了 过去生中所造的不善业 又先进了 他为什么堕落 原因在此地 你的我也没消掉啊 我们今天 在这一身当中 所遇到一切不如意的事情 都要用感恩的心 为什么 也就消掉了 如果用怨恨的心 不但不消啊 还得加重 你看就这一念之间 别人 毁谤也好 侮辱也好 陷害也好 统统是小业障 不能不接受啊 好事不是坏事啊 你这一身享福 受的报 那也叫消业障 消什么业障 消你善业的业障 这个业有善悟嘛 享福就是消你 修的善福啊 受罪就是消你不善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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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罪业啊 通通都在消业 那业消尽了 你的亲近心就现成了 什么人消敬了 阿罗汉消敬了 善悟业都消敬了 才能出得寥寥的轮回啊 你做了好事 做了想 出不了了 要在三山道受报 做了坏事 三卧道受报 都出不去啊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你看看 你看看你享福 享福要不要造业 我们以人间来说 大福大贵人家 不说其他的 单单讲饮食 餐餐都有众生肉 佛经上讲的好啊 吃他半斤 要还他八两啊 欠命的还命 欠债的还钱 所以 无事好死啊 释迦牟尼佛 佛报他了 那不出家过往的身份呢 他出家 他脱布 有福不享 为什么 消掉了嘛 所以 六道 说个实实在在的话 就是来消业的 消不再造了 才能真消得掉 这一面消 一面又造 是永远都消不掉啊 这个道理要懂啊 那我们 要不要断卧修善呢 要 断卧 不着 断卧的相 也就消掉了 修善 不着修善的相 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做 同时 又要能跟 大三空三昧相应 也让你吓掉了 怎么个修法 这经教上 前面说的很多 后面还有很多 佛菩萨慈悲 也不断地在提醒我们 就包括世间善人 也不例外 世间善人所说的 以真正能往深处去体会 世法就变成佛法了 比如孔子说 君子居其石 住在自己房子里头 口出一个善言 一句善言 在千里之外 印之 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啊 君子 行善 言善 行善 居住在这一个地方 这一地方 受他教化了 千里之外 都受影响 胡宽 靠近 我们往深处体会 一个念佛的人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口念阿弥陀佛 行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 他的影响 不值千里 这经上跟我讲阿弥陀佛阶 佛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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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就出声无尽 汉荣 汉荣空游 一个道理啊 汉荣空游 如果具体时 出影不善 千里之外 未知 汉荣空游 在周边 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思想 在佛法里 都是病法 法阶续空游 禁的六道三土 千里之外 远的 法阶续空游 所以 心不能不善 善中之善 无比殊胜的大善 就是阿弥陀佛 为什么 阿弥陀佛是信的 阿弥陀佛是自信的 你看中风禅思在三十七年里面讲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可是现在念佛人怎么样呢 念佛人心里都没有阿弥陀佛 心里面有其他 的法菩萨 是拼中 正 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是正中正 这个认识 不容易 几个 学佛的同学 能有这样的认知 真有这样的认知 心里都在真有阿弥陀佛 真有阿弥陀佛的人 就像此地所说的 居父凡父 能待业往生 能敢佛菩萨 随时来接应 也就是说 你虽然是居足 一切烦恼 烦恼一平也没断 你有这种认识 你有这种坚定的信心 想什么时候往生 佛就来 为什么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你跟佛菩萨 念念感应到脚 这么个道理 理上讲得通 那世上就没问题 这才叫真正的断一身心 欧耶大师所说的 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全在幸愿之有 你真心 真愿 这个例子 我相信 古今中外 都很多 宋朝 宋朝迎寇发誓 破戒 比丘 自己知道 一身 所作所为 比一堕 阿比丁 他害怕了 求同学 设法帮助他 同学劝他念阿弥陀佛 求生前途 踏实 怕地狱苦 真感 没有怀疑 真感 三天三夜 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你看 佛告诉他 你寿命还有十年 十年之后 你寿命中的时候 命中的时候 我来接应你 他不要了 十年寿命不要了 现在就去 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 他电话了 三天之后 我来接应你 三天之后 真的往事了 这不是假的 像迎寇这个例子 很多 不是他一个 那那些人能做到 我为什么做不到 他们在世界 很可能 智慧比不上我们 才干比不上我们 很多地方比不上我们 人家到极乐世界 就做佛去了 我们样样都比别人行 那都比别人好 我们还搞六大轮回 这是什么原因 对西方极乐世界 对阿弥陀佛 对弥陀本院 这个认知 比不上人家 就这么一点 许多例子 都摆在我们面前 睁着眼睛 没看见 竖着耳朵 没听到 这叫什么 这叫糊涂 迷惑颠导 真正念佛 在我们眼前 有同修告诉我 开始念佛 念个三年五年 效果就出现 非常殊胜 家人不相信 看到他的转变 感动了一家人 感动淋漓相当 在现前这个社会上 还有 我相信 也不止他一个 所以我们认识 这个法门 是国教 是塔利 真实的 方便 妙用 能帮助我们 业障 深重的饭腐 在这一生当中 往生 就是圆满的成就 林民宗时 就像经上所说的 阿弥陆 阿弥陀佛 与这些僧众 前来接 下面引用 宋朝 林知大师的话 凡人 林宗 阿弥陆 神是无主 善悟一种 无不发现 何其物理 何其协计 何身细腻 何发 猖狂 悟象非一夜 建民颠倒 阿弥陆 阿弥陀经上书 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这个人决定往生 你看 什么叫颠倒 这里举了这么多例子 凡夫 在林民宗时 念佛也不例外 念佛的人 功夫 定力不够 林民宗时 冤亲戴主都先前了 哪些是你的冤心 在住 可能是你最亲爱的 他要好心好意 你病得这个样子了 赶快把你送到 家户病房 你是不是好事情吗 家户病房 受的那些罪 林宗这个人 他的感受 跟地狱 没有两样 他会对你 生起极大的 嗔恨心 这嗔恨音 一生起 就躲地去了 这佛经上告诉我们 凡人临终的时候 呼吸停止了 没有呼吸了 八个小时之内 不能碰他 不但不能碰他的身体 他睡的床铺都不能碰他 怕他生烦恼啊 他一生烦恼 他三途去了 你说多可怕 最安全的 十二个小时 神时真正离开身体了 这个时候你懂他 没关系 他已经离开了 通常八个小时 没离开 我们也亲眼看到过 遇到过这个事情 连终 呼吸才断 立刻就是 加护病房去 急救 也有医生 会问你的家人 要不要急救 学佛的人会告诉他 不需要 医生也赞成 他们有经验 他们懂得了 急救时受的那种苦 不应该 所以这个常识 我们不能不知道 他这个时候走的 刚走的时候 确实 神时无主 我们一般人讲灵魂 离开这个身体了 离开他平常自己生活习惯了 突然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境界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样 一生 所造的善悦一种 夜夕中子 通通先前 到哪里去投胎呢 佛告诉我们 佛告诉我们 夜夕中子 强者 先前 哪一个中子 力量强 他就牵着他 到哪一道去了 这叫引逸 引导他 到六道里头 哪一道去投胎 那我们自己也想想啊 我们是善的 夜里强 还是卧的夜里强 就知道 我们会到哪一道去 大致上 自己能清楚啊 贪的习气非常重 你是贪财 还是贪色 还是贪名 还是贪力啊 你一回到哪一道去 大致上就差不多了 贪心是鬼道啊 诚恨心是地狱道啊 欲吃 那就是此地所讲的颠倒 没有主意 欲吃 多半的出生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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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 人意道德 古人所讲的 冷藏常道德 啊 念念是这个 这人到来了 啊 念念是 实现 利他 不是自利 天到全啊 啊 啊 所以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哪一个念头强 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知不觉 那里熏陶 自己能晓得 一切实 一切出 你想什么 归结到最后 什么念头都比不上阿弥陀佛 这个念头 啊 你真正明白了 真搞清楚了 你才会放下外面 一向转念 为什么呢 为林宗最后的一念 只有这一念 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 这是正念 这是念佛人的正义 也就是造作 其他利益众生的事情 正法九度的事情 都要放在第二 放在第三 把念佛放在第一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 利益众生的事 正法九度的事 才能做得圆满 自己不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语言正三不退 语言是圆满了 真正正德 谓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华严经 原教出诸一上 法身菩萨 极乐世界 每一个往生的人 纵然是 无逆时悟 我们前面修过了 念佛也能往生 神到西方极乐世界 借助阿弥陀佛 没有例外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知道了 很明显的知道了 生到极乐世界 就成佛了 中国大臣 你们所说的 大彻大悟 明显见信 见信臣佛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自己是没这个功夫 弥陀四十八月 加持 四十八月给谁说的 不是给别人说的 给我说的 这是我们学佛同修 一定要直下成当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是专来度的 不是别人 直下成当啊 释迦讲这一部 阿弥陀经是给 无量寿经是给谁讲的 给我讲的 我有缘遇到了 他就是跟我讲的 不是给别人讲的 然后你看你这个心 才真正做到亲切 你才真正赶佛陀的恩 展开金本 面对彌陀佛 这样真诚 共进 这是我们能受金教利益的 第一个因素 你对金教听了多少年 都很迷惑 原因是什么呢 对金教没有足够的 真诚恭敬性 试出世间法 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 谁举足十分沉浸呢 要自己才行 不要去要求别人 不要去看别人 要回光返照 要看自己 那我们在灵命中的时候 什么念头起来 念佛的念头起来了 对阿弥陀佛 对极乐世界 感恩的念头生起来了 他能不往生吗 福能不接瘾吗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念力不够 会生无孽 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 自己一定要想得 我们生活里面 把佛的念头忘掉了 这在佛法叫圣念 被念舍掉了 你会齐心动念的 想这些想那些 你想些什么 如果想自私自利 想明文理 想五欲六成 你要想得 这叫轮回 想就在造轮回 意在造吗 你说呢 说是口在造啊 你有这些行为的话 你是身在造啊 你身口一三夜都在造啊 如果想的不是想自己 现在这个灾难很多 想怎么样来帮助这个世界 救度苦难众生呢 这善业 这善业里面还是有自己在里头 我来造啊 那你也出不了这大轮回 那你这种心 生天啊 这人天道的因 善夫少的 人天 人道 善夫大的 生天道 都看你平常 起心动念 在想什么 起心动念 想的正法救助 想的是苦难众生 这里头 没有我 像金刚经人说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 无受者像 无我见 无人见 无众生见 无受者见 这是佛道 不要问人 自己比什么人都清楚 晚上睡觉 你会做梦 梦想什么 梦中的境界 就是善悦业中 发现的时候 在梦中发现了 醒来之后 你要有警觉性 为什么呢 人临终的时候 就像做梦一样 现在梦中的 这个境界 就是你 临终那个时候的 那个境界 像方福 你晓得这怎么办 想到这一点呢 警觉性才能提起来 你不能不怕了 还想不想继续搞六道轮回呢 轮回真苦啊 特别是 身在现代的社会 太平盛世 不容易感觉到 乱世是非常明显的 还干这个事情吗 不能再干了 那得想出轮回 出轮回 除念佛之外 别的方法都难 斩天借铁一句话 凭我们自己能力 做不到 念佛是凭 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以要记住的是 踏离法门 我们现在要常常想到 我有没有一起问你 我还有没有写进 写进 就用佛经上讲的 这个五大律 时时刻刻 简典 第一个是 神经 边境 简取简 戒取简 邪进 所有一切 不正确的简洁 我有没有 有怎么办 古大德教导我们 不怕念旗 只怕居持 这就是 其 是应该的 为什么 你是凡夫啊 你要不起这个念头 你是圣人 你不是凡人了 六道凡夫 哪有不起念头到底 正常的 祖师大德教我们 怎样 把他换掉 用阿弥陀佛 把他去而代之 第一念 邪念起来了 自私的念头起来了 第二念 阿弥陀佛 这叫念佛 这叫真会念 这种事情 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把他搞熟 天天学 认真地学 是很熟的很熟 邪念才一起 第二念就是 阿弥陀佛 贪嗔之慢的念头说 我念 我念才起来 阿弥陀佛 邪念才起来 阿弥陀佛 细念是你心里面关怀的 老人 对儿生很关怀 儿子长大了 不要去照顾他了 孙子很小 疼爱他 那叫细念 我也曾经跟诸位 做过很多次报告 有一年 过年 我在台本 老居士 来给我拜年 告诉我 师父 我现在功夫很不错了 什么都放下了 还有一桩 没放下 是哪一桩呢 孙子没放下 我就叫他 你把你这个孙子 换成阿弥陀佛 你就成功了 灵命宗室 紧急的时候 他把福忘掉了 他投一个想到他孙子 那这就麻烦大了 这个念头的时候 想到孙子 孙子长大了 娶媳妇 生小孩了 他可能就变成他孙子的儿子了 你信念吗 不可以 不能养成贪念的心 什么都都放下 猖狂 我们今天趁他做神经病 神经不正常 俗话说他疯了 这种人很可怜 这个都是罪业的现象 罪悟 非议 很多很多 都叫颠倒 灵命宗室 也颠倒了 灵魂也陷进 障碍你念佛 障碍往生 这个很可怕 在灵命宗室 几个人不听到呢 很少 真正太少了 老修行人都不例外 这是什么原因 冤情债主 来报复你的 你欠他命 他来讨命 你欠他钱 他来讨债 这个时候全都来了 而且呢 他们会变化 他要是献他那个像 你一看到就认识他 你就会躲避不理他 他会变到你的家秦眷属 像地藏经上讲的一样 人在灵命宗室的时候 头脑还清楚 他会告诉旁边人 我看见某某人在门口 都是死去的 他认识的人 是不是真的呢 未必 说什么 冤情债主 变他家秦眷属的样子 带他走 带走之后 连一变 你就跑不掉了 这个事情很多 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道教也讲得很清楚 你看玉璃宝钞里头所说的 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不是迷信 不是骗人 你不知道 到时候 那个苦难 可有得受的 中国古人叫人 害人之心 不可有 防人之心 不可有 在佛法里 你防人之心 也不可有 用不住防嘛 心真正做到 纯净纯善 防他干什么呢 你有防人 身剑没放下 身剑是属于邪剑 所以 夜行相复 没有一样 不吉祥 临终时候 佛加持你 你的冤心寨主 看到了 做佛感想 佩服你 你念佛成功 你做佛了 他会不会像你套这 不要了 他对你恭敬 他学习你 你做佛 求你去度他 你肯定会去度他 我说跟你有缘吗 无论是善缘是无缘 只要是有缘 就佛度有缘人 你一个人成就了 你的缘缘在主 都得度了 他什么不欢喜啊 对你有恩的欢喜 对你有怨的也欢喜 平等心就现前了 和今凡夫一种 临终之际 更多颠倒啊 这是令人 无穷感叹的一桩死 佛一四大枯比 痛不可言 何能正念痴迷 在这个时候一般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四大是讲病苦啊 灵命中时 人要断气 神时离开身体 那个痛苦 佛经上 用一句话来形容 犹如 生归脱窟 像乌龟一样 活的乌龟 把他那个窟拔下来 人 临终 神时离开身体 痛苦就像那样 为什么 因为他有神界 他是因为神是自己 他贪恋这个神 所以说这个苦 为什么佛教人破身间 真的要养成 这是四十真相 神不是我 神是我所有的 像衣服一样 我所有的 脱一件衣服很简单 到灵命中时 写身的时候 就跟脱衣服一样 没有痛苦啊 他不执着这身生活 我们看灵命中的人 一般 一般 临终的时候 身体僵硬 那就很苦 说明 他身间执着 很深 临终全身柔软 他走 走得很自在 走得很安详 没有痛苦 知道身不胜 他一定向好的地方去了 不会到窝道去 凡是在三窝道 身体都会僵硬 临终苦鼻 痛不可疑 何能正念之明 所以 往生 阻尼 确实 有好处 要让那么多人 待他了 那么多人 念佛 用这种磁场 去帮助他 帮助什么 化解他的 怨情 这一句佛号 就能化解 提起他的阵力 帮助他往生 这么多的 善男子 善女人 以善念 正念来帮助他 他的冤情 在主得福 所以就不会干扰他了 有干扰他 那是什么人 深仇大恨 废报不可 那个事情 就讨厌 就麻烦 这个怨恨 稍微轻一点 马上就花钱了 那种深仇大恨 不会太多 这个时候靠福利加持 地藏 观音 这个时候的灵感 不可思议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得出一个结论 固执 凡夫往生 废贫 自利 这是我们自己 一定要肯定 不要以为自己 可以能往生 那你的傲慢心 就升起来了 我自己功夫怎么好 你再好 也不行 为什么 烦恼没断 真断烦恼 才行 见死烦恼断了 你才能出六道 你还出不了十法界 往生的出十法界 见死烦恼不容易断 我们今天怎样来评靠福利 就是一心念这句名号 这就是福利加持 都是六根 尽念相继 日常生活当中养成 念念心里面 真的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要怎么看法呢 释迦牟尼佛 叫到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你能做如是观 对你 念到功夫成品 念到一心不乱 是大有帮助 你 你把一切众生 都看作福 如果你 能把一切众生 都看作阿弥陀佛 你的功德 真的圆满了 你虽然没趣 你跟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各得很近 是不是真理上面的 我告诉你真理 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自信佛 哪个人没自信的 阿弥陀佛是回归自信的 如果给你说真话 说真话你不相信 说假的你相信 真你不相信 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自信 大臣经上唱讲 生福不耳 性向一辱 哪有离开的 那怎么不是 那当然是啊 对一切众生 都像对阿弥陀佛 那样恭敬 那样的称赞 你一切罪业都消掉了 一切灾祸 你远离了 念念跟阿弥陀佛的大运相应 当然得四十八运的加持 那你现前不颠倒 临终就不会颠倒 决定的神 我们临终这个现前呢 从早到晚常常颠倒 常常迷惑 迷惑好好一会儿又觉悟了 觉了又迷了 迷了又觉了 都给天天搞这个玩意儿 不能不知道 如何能保持你的时间少 觉得时间多 这就是进步 这就是功夫的灵 能够保持到 行的时候 不颠倒 做梦的时候就不会颠倒 那么在念佛功夫里面来讲 你就得到念佛三昧了 三昧功夫 前身不相同 最深的 礼仪性不乱 其次的事业性不乱 在我们前面都学过 再其次的功夫成品 功夫成品也有三倍九品 生凡身同居图 事业性不乱 生方便忧郁图 礼仪性不乱 生时报装严图 极乐世界 平等世界 同居图里面的凡夫 得四十八院 本院加持 跟舍暴土的法神菩萨 在智慧 神通道理 几乎都相等 这是极乐世界 无比的殊胜 无比的庄严 那问题是你要真正认知 你才能毫无疑惑 真心 真悦 真感 在现前这个世界 跟极乐世界 根本没有两样 为什么呢 境界是新转的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静随心转 那个念头一转 住在此地 跟住在极乐世界 没人一样 住在极乐世界 天天接阿弥陀佛 住这个世界 也天天接阿弥陀佛 一切众生 真的救杀毕陀佛 再看 老句是引用 语言中抄里面的话 是游戏大师的 语言中抄里 说破众生 虽能念佛 好好见识 是未复断 而能垂踪 心不颠倒者 云非自恋 而能住持 乃权障弥陀 而来拔记 虽非正念 而能正念 故得心不颠倒 接得往生 云中抄 这一段话 说得好啊 苏婆世界中生 这是将大世界 射加弥陀佛 这个教区多大 不是这个地球啊 这个地球是在教区里 自己有个小绝路 世尊教化的这个范围 是一个大千世界 我在没跟黄年老认识之前 我们都认为 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 是个太阳系 古大德对这个事情 古大德对这个事情没讲清楚 近代的大德 也多半都认为是太阳系 我们虽然有怀疑 我们虽然有怀疑 古大德都这样说完了 我们也就跟着说 黄年老师学科学的 他给我说 在实际上来讲 一个单位世界 是一个银河系 他经常讲得很清楚 日欲 绕着须米山的腰 须米山的当中 在旋转 须米山是一个单位的核心 天文学家告诉我们 太阳系确确确实实 是绕银河系转的 那么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 一千个单位世界 才叫一个小千世界 一千个银河系 是一个小千世界 一千个小千世界 是一个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 是一个大千世界 所以他乘三个千 叫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世界上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多少个银河系 十万亿个 社加木尼佛的教度化众生的范围 十万亿个银河系 我们是银河系的一个小星球 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 可见世界之大 众生之多 佛教化众生 应一什么神得度 就献什么神 佛在哪里 佛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这个话现在我们懂了 以前真搞不清楚 华言经讲得清楚 华言经讲得清楚 华言观讲得更明白 一念周边法界 出身无尽 这些人啊 汉草荣空有啊 周边法界 无始不在 汉荣空有 无处不在 真的是 星暴 太虚 两周杀戒 什么地方 众生有感 他立刻就应 释迦牟尼佛印 阿弥陀佛印 一切祝福菩萨 没有 不起感应到脚的 这些道理 被现代科学 证实了 所以我们对这些科学家 感恩 他对我们的帮助 让我们对佛经 有更深层的体会 有更清晰的认知 特别是对我们念佛求往生 帮助太大了 云中潮里的这几句话 搜破世界的荣誓 这就不是一个地球了 十万亿个银河系 我们很难想象 所以能念佛 尽私烦恼断不了 佛经上讲得清楚 三界八十八瓶建火 八十亿种私火 你怎么断呢 断不了就出不去 一定要断静了 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 底下这一句说得好啊 不但你没有断呢 你连福都还没有福住 静中发门 叫代业往生 那就是知道你断不了 但是你要把他扶住 那我们今天 能不能扶住 能 不是自己的力量 还是阿弥陀佛加持你 付出的 这个加持非常明显 我们心里都有阿弥陀佛 口里有阿弥陀佛 这就是阿弥陀佛加持 你不念阿弥陀佛 你得不到福的加持 念其他的佛菩萨 或者念咒也行 加持的力量 没有阿弥陀佛那么明显 没有那么大 这个不能不同啊 这就好比我们加入一个团体一样啊 阿弥陀佛这个团体多大了 变法界虚空界 受方三世 一切祝福如来 没有不赞叹 赞叹阿弥陀佛 为光中极尊 福中之王 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 皮奥陀佛加纳如来 你看华严会上 文书谱写 率领 四十一位法身大使 到极乐世界 去听阿弥陀佛教会 这是什么样的气象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确确实实能力 舍放善事 一切祝福如来 叹为观之 不是 不是尽忠祖师 自己夸大这个法门 是第一法门 不是 你这样想法就全错了 他是 确确实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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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的 祝福 度众生 乘佛到 第一法门 可以说 他本来就是这样子 不是赞叹 不是夸张 我们相信 金刚经上射 如来射 真语 射语 如语 不狂语 确确实实 是我们自己业障太重 信心不足 常常有怀疑的这种意念 夹杂在里头 这就是业障 在业障先前 什么时候先前 自己不想的 由于丝毫怀疑就先前 由于丝毫夹杂 也是先前 我们眼看现在地球上灾难这么多 如其天天就担心这些灾难 心底想着灾难 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 你想灾难干什么 想灾难灾难就来了 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了 你看到底哪个来好啊 学佛学了这么多年 这个浅浅的道理要懂啊 别再胡思乱想了 什么样的欲言也好 灵界的信息也好 我们接触到了 遇到了 对他恭恭敬敬的 有礼貌 心里面 心里面就是阿弥陀佛 绝不为他动摇 这就对了 一句佛号念到底 如意吉祥啊 化喜充满啊 这才是跟吉乐相应 天天想这些拉扎事情 你就跟吉苦相应 就不是吉乐了 你就搞错了 所以这是 全程肯定 我们现前 没颠倒 临终不颠倒 真的 都是靠阿弥陀佛 本愿价值 他来拔劲 拔是来拔苦啊 一句佛号 把我们 所有一切苦难 都拔掉了 慈悲 纠结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虽然不是真念 而能真念 真念是什么 所有一切妄念 都没有了 那是真念 我们现在念一句阿弥陀佛 还是有杂念 但是 我们能够把一句阿弥陀佛 代替所有的杂念 那就是而能真念 如果代替不了 你这个 这一句佛号功夫 不得理了 不产生效果 你得要加一把劲 从哪里加呢 从放下加 万云放下 你还有没有放下的地方 你还有忧虑 你还有牵挂 你还有心思 这个不行 所以 林民宗 决定不能颠倒 如果林宗还有颠倒 就不能往生 平常要训练 一心不乱 这个本愿为神 总结就一句话号 一句佛号 就是四十八元 这个道理要晓得 四十真相也如实 一句阿弥陀佛 是四十八元的总纲领 总标题 你抓到这个了 全部都抓到了 都掌握到了 真的是华严经上所说的 一切一切 一切皆一 底下说 镇住小本 堂义 于悲化年金 此一一切 我们用 小本就是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唐译的 唐译的 玄庄大师翻译的 我们现在念的是情译的 遥秦 旧母罗舍大师翻译的 你看 玄庄大师翻译的经 看悲化经 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 下面给我列出来 小本堂义 名为 秦赞 尽土 佛舍受请 这个 经题 是玄庄大师 他老人家 翻译的题目 罗舍大师翻译的 就是佛说阿弥陀经 他直接用佛的名字 非常直接了当 玄庄大师翻译的经文 有这样一段 灵敏宗师 无量受福 与其无量声闻弟子 菩萨重拒 前后围绕 来往其前 慈悲加油 令心不乱 所以 罗舍大师翻译的 一心不乱 能讲得通 不是讲不通 玄庄大师翻译的 不是一心不乱 是一心细腻 一心细腻 我们能做到 一心不乱可不容易 但是怎么样 临终的时候 一心不乱 这个时候 佛 菩萨 通通来加持你 念佛三昧 先前 不乱 就是三昧 先前 可见 凡复临终 心不颠倒 一步散乱 正念 持明者 全言弥陀 慈悲加油之力 这事情很少人知道 为什么呢 玄庄大师翻译的 这个弥陀经 流通量太少太少 学佛的人都不读这个经 只有研究教的人 他才会找这个经 来看 那么在讲解的时候 意思才能讲到原 一般念佛的人 都不念这个经 这个经里面 确确实实有很多经文 可以弥补 罗舍翻译之不足 罗舍大师翻得好 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玄庄大师是质疑的 所以一般人不太喜欢 看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经文的这几句话重要 临终的时候 无量受佛 于无量身闻彼此 菩萨终局 这就是往生的人 佛来接引 不是佛一个人 你能看到 跟着佛来接引的人 很多很多 有菩萨中 有声闻中 声闻中是哪里呢 就是方便土地 菩萨中是实报土地 都随着阿弥陀佛 来接引 前后围绕 来往其前 慈悲加油 另行不乱 所有冤情债主 看到这个样子 能不欢喜吗 还会找麻烦吗 不会了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想的 真的完全靠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 加持 保佑 又悲华今月 临终知识 摩当于大众围绕 献其人情 这个摩是阿弥陀佛自称 阿弥陀佛 与大众 就是前面 我们看到的 菩萨声闻 那些 已经往生的这些人 已经往生这些人里面 差不多都是跟自己有缘的人 为什么那么多呢 你就这个时候才晓得 我们过去的身中 无量皆来 我们的家庭眷属 有缘的人 他们早念佛早往生 都在那边了 我们这一去了 他们欢喜 来建议你 这么来的 所以到极乐世界 不要以为很孤单 还也可热闹了 无量皆来的 有缘同修 全都看到了 一看到 你就认识 哪像现在 在这个世间 你认识人不多 无论是有恩有怨的 他们都到极乐世界去了 都修成了 我们跟他见面 又欢喜 又惭愧 欢喜的时候 这都到一起来了 回家了 惭愧是 他们来得这么早 我们到这个时候才来 跟他们比较远了 差很多 其人 见我 其人 往生的这个人 见阿弥陀佛 这肯定像我刚才讲的 他怎么欢喜呢 看到多少 自己有缘的人 都在极乐世界 你见我 你见我故 立诸障碍 什么业障碍都没有了 即便血身 来生我解 你看 这在临终那个阴影的时候 看到佛来接引 神知清楚啊 跟大家告别 佛来接引 我跟佛到极乐世界去了 最后 念佛教 做正传 三传法轮 我跟大家做证明 佛真的来接引 我争取了 这样往生的人 不读 绝大多数的往生人 还要有很多同参道友 帮他助你 灵敏忠实 时时刻刻提醒他 他欢喜接受 放下一切 忧虑 牵挂 他才能走 经上讲 这样往生的人 灵敏忠实 清清楚楚 一点灌溉都没有 这是什么呢 这是早就放下了 我们想想 我们要拿一种往生 要想这种往生的话 你不能不放下了 要知道 这样往生的功德多大 你看多少人看到了 深欢喜 不相信的 相信 已经相信的 肯定了 再不欢喜了 都看到了 早年在香港 活动 就是的老太太 她老人家往生 就是这个样子 活动 就是本身是将军 全家是基督教徒 老太太念佛 不过她很孝顺 很难得 家里设的有佛堂 老太太念佛 没有干涉 没有障碍 所以他们家里心叫自由 老太太一生 没有一句话 劝儿子媳妇念佛 临终的时候 告诉她的儿子媳妇孙子 我要到极乐世界了 我走的时候 你们念几声佛号送送我 算是我们的母子之缘 走的时候 开往生大会 照待那时候有新闻记者 看老太太怎么往生 老太太跟大家告别 最后她说佛来接应我了 我跟佛去了 就断气走了 所以 度了很多人 以后活动就是全家学佛了 度了她一家 这老太太太厉害 最后这些表演 全家相性 这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香港 所以香港 东林军院 那个房子 就是河东 他们的产业 捐出来做道场 供养三宝啊 我三十三十几年前 1977年 第一次到香港将进 他们把这个事情 讲给我听啊 那老太太走的时候 真的是得三报价值 那么清楚 一点不糊涂 虽然有一点病很轻 你看林军 讲得多清楚 讲得多明白 交代完了 走了 所以 自己得欢喜 凡是参与那一天 参加这个 这个往生会的 没有一个不欢喜 真看到了 香港以前英国人同志 基督教的天下了 他这一表演 让这些外国人都看到了 还有就是 这个 谈虚法诗 在香港往生 留下的舍力 这英国人不相信 真的吗 坚固子 铁锤 咋不烂的 他们真的拿铁锤去砸 铁锤砸到里面都凹下去了 谢力子 一点损伤没有 这外国人相信了 真叫坚固子 那铁锤骨头都可砸烂了 他为什么这个砸不烂 这些都是表法给大家看的 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业障消除 学生 就生 极乐世界 那是夜谈之间 又说愿愿 这是背话经约上讲的 所有众生 若闻我身 这个生 就是名号 就是你听到这一句 阿弥陀佛 人家在念 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是阿弥陀佛 发愿于生 我世界的 你听到这一句 你发愿 也想生极乐世界 施主众生 灵命众世 洗令建国 于诸大众 前后围绕 我与二世 入无一三昧 以三昧立故 再与其前 二位受法 一问法故 寻 得断除一切苦恼 心生欢喜 其心洗故 得保真三昧 以三昧立故 令心得念 皆无神人 命中之时 彼生我皆 悲话经上说的 这不可思议 真有这回事情吗 那佛为什么不实时 实现给我们看 我们在大臣经上 读过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我们读过这句话 知道 佛力不可思议 中生的业力不可思议 心的力量不可思议 如果这三个力量 激活起来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凡夫最大的麻烦在哪里呢 业力是很大的障碍 业力也障碍我们的心里 这心就是清净心 所以跟佛的愿力 就不相应了 于是 笑业障 真是一桩大死 用什么方法笑 给诸位说念佛 你现在人真的 提念佛 好像念佛太简单了 那你能笑得掉吗 殊不知 越简单越有效果 我们中国古人讲 丹方之大病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秦龙时候 慈云灌顶法死 是那个时代的 大德 通宗通教 邪密云荣 著作 登神 现在日本万字续藏 收他的著作 二十多重 他的著作 他的著作 总共有五十多重 我找您 学观无量手锦 参考他的著作 他的著作叫 观金之指 里面有一句话说 众神 造极重的罪业 在佛门里头 所有的经论 所有的参与 都没有办法 铲除他的罪业 最后还有一种 能把他的罪业铲除 是什么 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在讲习里头 提过很多次 念佛 实实在在 不可思议 你念佛为什么 不灵 不是不灵 你是散乱心念佛 怀疑心念佛 你对他不真相信 真相信你还搞别的吗 你还搞别的 就证明你信心不足 真有信心的 我遇到好几个 他真有信心 他就一句话 一点不怀疑 得重病 他真的 他不看医生 他不吃药 居然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病完全好了 再去检查 完全没有了 这不是灌顶法师说的吗 这个话现在不能宣传 宣传怎么样呢 哎呀 你们佛教生病 都不要看医生了 这好得了啊 这就变成 邪教了 随之经上有 也有 最少数的人这样做 他做成功了 成功的人 我们就想他 还有很多人不成功 不成功就上医院吧 去找医生吧 我们也不反对 你找医生 也不反对 你就住医院 可是真正 有信心的人呢 他自然就好了 这也省事 对于这些 贫穷的人 就是那是福音 他没有钱 都看不起病 你道理上讲 大臣经教里讲的很多 一切法从心向神 你的心决定一切 只要有怀疑 赶紧去找医生 去找这个治疗的 一点不怀疑的 你就不必去 肯定 半个月 一个月 你就好了 你就没事了 关键就在此地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这佛经不能不读 不读的时候 你永远不知道 永远不知道 自己毛病 究竟出在哪里 意志 不能集中 佛在 一教经上讲的话 智行一处 无死不半 我们平常心散乱 你看佛教徒 跟人见面 获掌 获掌是什么 获掌是表示心集中 智行一处 那平常 收个指头 心散乱 最恭敬的 是把心收起来 收起来 一心 这个就代表 毒涉六根 代表 一心 获掌代表一心 这比较这个意思 可是我们见人会获掌 不知道一心 心还是散乱 这不起作用嘛 真正一心 那个力量可太大了 对自己可以治 悲病 健康长寿 甚至于寿命 都能自己做主宰 我想住多少年 行 没问题 指线一处 能力量得大 消除一切罪业 那个祈祷真灵啊 跟冤亲寨主沟通的话 冤亲寨主接受欢喜 你真有条件 跟他接触嘛 一般人跟冤亲寨主 打架 理的不理你 为什么 你没条件 光说好话 有什么用处 你不敢好思 虽然科学家讲 光散乱的 如果把光集中在一点 就变成雷射了 变成极光 它的起作用多大 再后的钢板 它能穿过 那心的力量集中 那比那个光的力量 大太多了 光算什么 所以 至心一处 金宗将的 一心不乱 那个力量才大 一定要求一心 一心就是放下 没别的 你不放下 你一心就达不到 彻底放下 那就无死不办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